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啊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模块化设计,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要做一个项目,咱们不可能说把项目所有的方法呀,类呀,逻辑都写在一个文件中,不可能吗 咱们应该是分门别类,分成多个目录,分成多个文件管理,对不对 这种管理的方式呢,就叫做模块化设计,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第一,咱们建立一个模块 第二,咱们调用模块的功能,这不就是咱们想要的吗,对不对 好,咱们看啊,该怎么做 首先说,咱们建一个数学函数的文件,行吧,Math 但是大家注意看,今天最重要的知识点出现咯 咱们这Math的扩展名,这个文件扩展名,大家注意看,叫MGS 以前咱们的Java教堡可都叫GS扩展名,为什么叫M 因为它是模块化的GS文件,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NoteGS目前我用的是8的版本,8.11 它对模块化的设计呢,还在实验阶段,并不在产品阶段 所以说呢,扩展名加个M,也以示区分 这是咱们注意点啊,您只要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呢,其他的编程都是一样的,咱们看啊 我定义一个Math.MGS 这个MGS里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ADD 加法嘛,传两个值,然后返回这两个值的和,没问题吧 还有一个minus,也是减法函数 传两个值,返回两个值的差,也没问题吧 然后,我把这两个方法进行输出 进行模块化输出,怎么输出,看啊 export,然后呢,跟上一个大括号 里面,我输出这两个方法,比如说我这还有多个方法,没问题吧 你在那写吗 输出几个方法呢,都可以 包括以后输出类,也是没有问题啊 好,那这么说呢,咱们就简单的定义了一个数学的函数 或者叫做数学的函数模块 里面呢,有两个方法,加法和减法 该怎么用 看啊 我就定义一个main函数,没问题吧 入口文件,对吧 它的扩展名也是MGS 然后怎么写呢,看啊 import all 这个ES5中没有 ES5中叫什么,叫require对吧 哎,不对了,在ES6里面叫import import谁,大家先看后面啊 import from 我从当前目录下这个MAS文件中去import import什么 这个大括号中可以写上 因为我这个MAS这个模块吧 输出了两个方法,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可以调用两个 当然有朋友说,你这个模块里面可能有一百个方法 我只用到其中一个,没问题 这个地方您就可以不调嘛 您用哪个方法就可以调哪个方法啊 这非常灵活的地方 目前咱们这两个方法都调用 怎么调用 咱们只要这样input进来之后 使用方法,大家看 跟咱们本地函数的使用方法呢 是完全的一样 方便吧 好 还有一个小知识啊 咱们写完之后 该怎么调用 咱们看啊 以前咱们怎么调用GS文件 是node 然后空格加上咱们的test.js 对不对 但是 因为咱们现在用了node8.11.1 这是我的最新版本 它还对这个模块支持不是很好 还在实验阶段 所以说怎么调用 看啊 node 空格 减减 experimental 然后是modules 实验性的模块 然后呢 再传上咱们这个main.mgs 才能够调用 有这么个问题啊 因为在实验阶段 所以说呢 您通过这个方法呢 通过这个调用方法呢 可以去学习一下 如何做模块调用 您真正用的时候呢 我还是推荐您用 巴贝尔这个第三方模块 因为我给您这次的讲解的课程呢 不准备用第三方模块 所以说咱们还是用node里面的实验性的产品呢 进行这个模块化的调用 极力推荐您在产品模式中 不要用这种方法 用巴贝尔的第三方模块 好 那咱们试一下 看一下咱们这个代码能不能正常运行 我现在建一个文件哦 稍等 咱们先建这个mass.mgs 试一下 go 然后里面拷贝上 咱们这两个函数 外加输出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还要再建一个闷点 mgs mgs叫 其实有点别扭 一般咱们叫js都叫惯了 它叫模块js 咱们这么记住就行了 modulejs 然后把它拷过来 这个里面呢 分别调用了加法和减法 加法呢 是10加20 减法呢 是30减20 对不对 好 咱们输出 看一下输出结果 我现在开一个控制台 该怎么输出 node 空格 man点 mgs 行不行 不行 没错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它的实验阶段嘛 它不支持import 对不对 这个错误信息非常的明显 语法错误 它不真是import 没关系 咱们用我 我跟您说的方法 这个地方 把它拷贝过来 用实验性的调用 再看一下 是不是能够输出咱们的加减法的结果 够 看怎么样 输出了吧 加法得30 减法得10 但是它是给咱做一个提醒 这个模块 还属于实验阶段 不要用在产品模式 其实这个我觉得 就算是node8 它不是正式支持node模块 咱们可以用8倍儿 但是它在node10 或者说9里面 肯定会支持 应该在10里面 我觉得是完全会支持 没有问题 为什么 非常的好用 你说咱们 正好咱们用了这个页 s6 结果却不能够生成自己的模块 不能够调用 这个感觉挺别扭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它在8中就算不支持 在10中 我认为它保证会支持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模块化设计的概念 虽然在实验阶段 还没到产品阶段 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学习来讲 是应该知道这种使用方法的 今后 node.js如何正式在产品版支持 咱们一起期待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速度内容 不知道您听满秒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优酷 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